今天我带你们来逛一下高庄的夜景 湄公河景兰大酒店 听说是一位在老窝做生意的中国老板开的 在高庄租车非常的方便 多一台这样的宝马 价格在三四百元左右 来到了高庄 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三轮小摩托 骑着它在高庄转一圈 拍照打卡真的非常不错 高庄的夜景真的是太漂亮了 很多酒店还有这样的百度车 它会把你送到高庄你想要去的地方 在西双百大 你可以看到很多外地的车辆 很多都是来到这里度假的 我觉得除了三亚 西双百大是全国最热的地方 在这家酒店的门口 发现许多老窝的车辆 而且都是顶级版的豪车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窝的拍照 这是一家西双百大 要有名气的酒店 听说是一位在老窝做生意的宗老板开的 平时一晚的价格也不贵 通常在四百元去接 在这里真的太适合打卡拍照了 你可以住一台这样的超可爱的小电瓶车 价格也不贵 但是只能在高庄的景区里骑 我一定不要骑住高庄啊